詞曲 李宗盛 陳俊宏 今天的講者 陳俊宏同學 他要來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大家好 我叫做陳俊宏 今年21歲 冬孝是168公分 體重是5... 慘了慘了 不行 這樣等一下怎麼辦 欸 你忘記了嗎 在陪伴你度過那麼久的時候 永遠都會有哪一首歌啊 我飛得理智起裝 我唱得比誰都爽 欸 謝謝大家 剛剛那一段可能大家會覺得有一點浮誇 可是 沒辦法 那一段就是在我自我對話的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自我對話的過程 對我來說是這麼重要呢 因為它讓我可以更有勇氣 更有自信地去面對我往後的日子 更撒狗血一點來說 我覺得是這些自我對話的過程 造就了現在的我 還有現在我的價值跟定位 也讓我完成了16歲那一年 我寫給自己的一封信裡面提到的 成為一個對自己有支持 有堅持 有想法的小孩 一如童話故事裡面 都會有一個非常復古 非常all school的開頭 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而我也不例外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在有編於童話故事 溫馨的開場白 我並沒有一個非常溫馨 或是一個非常OK的原生家庭 自我有記憶以來 我只要一睜開眼睛 我的爸爸媽媽每天都在爭吵 原因是因為我爸爸愛賭博 把家裡的錢都輸光了 那時候對我的印象來說是 在主幾乎天天都會找上門來 不管是敲門撞門 這些其實在我心中 其實都是很恐懼的 但我一心清楚記得 那時候有一個非常溫暖 微弱的身軀保護著我們 在面對外來的一些力量的時候 他又能夠強悍堅強的去抵抗他們 那就是我的媽媽 那時候媽媽在我心裡的印象是 堅強 溫柔 厲害 後來爭吵越來越來越劇烈 而這對夫妻他們選擇了一個 認為他們是最非常好的處理方法 就是離婚 離婚之後也造就了 在低收入股之下成長的我 媽媽還有妹妹 而媽媽的努力 在朋友 鄰居 親戚 還有我跟妹妹的眼裡 其實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我跟妹妹 就這樣子成了所謂的鑰匙合同 還記得在我八歲那一年 也就是我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離婚大長癌的外婆 她在過世之前 把我叫到病房旁邊 用非常虛弱的語氣告訴我說 你愛好愛有好你媽媽 你媽媽只是讓辛苦太苦啊 好 外婆要我好好孝順媽媽 但是孝順這兩個字 其實在八歲那一年的我心目中 是模糊的 是不清楚的 孝順對我來說 在當時 就只是聽媽媽的話 什麼事讓媽媽替我們做決定 這樣子就好了 當時我心中就是這樣子 一個模糊的想法 支持著我 而這件事情 會讓我更加確立 孝順她的定義的原因是 因為 我跟妹妹是要死兒童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一起上學下學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媽媽交代我們 要倒垃圾 洗衣服 洗碗 收衣服 所有的家室 我們都要通通包辦 而鄰居他們在我的眼裡 看到我跟妹妹這樣子的努力之後 然後每次只要走來路上 看到我跟妹妹就會說 喔 你們真的無告你無好耶 孝子 OK 就這樣子 孝子這兩個字 在我心目中更加鎖定了 跟聽媽媽的話 讓媽媽替我們做決定 這兩件事做上連結 而那個時候 我在心裡面 也更加努力的 想要成為這樣子的一個孝子 因為媽媽需要我 對 保持這樣子的一個信心之後 我們就開始的 過了孝子的生活 但媽媽後來怕我跟妹妹 因為跟 人群疏遠 常常關在家裡不出門 所以替我跟妹妹 報名了圖書館的志工 所以我跟妹妹 就進入了圖書館的志工 那時候呢 圖書館有一個 剛剛成立的兒童劇團 而兒童劇團的館長 剛好看到了我 可能應該是長相帥氣的關係吧 看過 跑過來問我說 欸 你要不要演戲啊 哇塞 要不要演戲 從來沒有人問過我要不要演戲 所以我就去嘗試了 演戲這一個東西 演戲 演戲對於我來說呢 是一個很新鮮 可是它卻是可以很快速的 吸引到眾人目光的一個東西 吸引到眾人目光之後 我覺得哇塞 演戲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 而且 就這樣子 我把它當成了我的夢想 把它當成了以後我要賺錢 拿來少叔媽媽的一個目標 之後呢 我就一直開始努力的實踐著 我要當演員的一個夢想 雖然有人跟我說 夢想跟現實之間是有一段差距的 但是那時候想說 不 care 反正 我只要努力 夢想就一定會實現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開始 參加了圖書館的志工葛格培訓 開始學會說故事 開始在國中的時候 爭取著參加我們全校的卡拉OK比賽的主持人 上了高中的時候 我加入了康福社 去當了活動長 去編劇本 去編動唱 去演戲 而這些 都讓我以為 我已經離我的夢想 越來越靠近一步 而媽媽也沒有說什麼的時候 高三那一年的學測 就悄悄來臨了 還記得在2012年的時候 6月有一首非常 快智人口BA歌曲 叫做風箏 我沒有想到這一首歌 它在日後陪伴我的影響 會是這麼的大 在高三考學測那一個時候 我一直以來圖書的目標就是戲劇系 我以戲劇系為目標 以戲劇系為努力 那時候老師要我們四填自願大的時候 我也是以這個為目標去執行 那時候媽媽知道了 如果要填戲劇系這個時候 沒想到這時候媽媽說 我剛好都沒有離下戲劇系 你不知道那個東西是沒有保障的嗎 那個東西只能當戲劇而已 為什麼不能去考一個五滴一點的東西 像是公務員啊 那些五滴的工作 去做就好 我沒有方向了 這時候我才清楚的第一次發現 我竟然不知道我該做什麼 我不妨替我自己的人生做決定 失去方向之後的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熟悉我在圖書館裡面 認識了一群社工 跟社工他們相處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社會工作 他也是一個可以自己籌備表演 自己站上舞台 自己讓成為一個吸引別人注意的焦點 跟散發愛心等一個科技 所以我就有了籌碼跟媽媽說 我要讀社工戲 但是媽媽很容易受別人怒恨 媽媽不知道從哪裡聽來說 社工戲流動率太大了 危險太高了 錢太少了 不可以 OK 不可以 但是後來我跟媽媽就妥協出了一個方案 第一個就是我可以讀社工戲 但是要在我們家的學區附近就讀 就是台南那邊就讀 第二個就是最遠可以讀到台南 台中到高雄 但是就是不可以讀社工戲 好 有這樣的籌碼之後 在學校的一次 機會之下 我加入了 我有機會去參與 繁星自願的選田 在選田的過程當中 看著同學 他們都非常快速的 啪啪啪啪啪啪啪 他們自願去一排 非常快速的填好 那時候我們的我 只能看著電腦螢幕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上面有我最喜歡的戲劇戲 有社工戲 還有那些媽媽要求我 去做了一些比較接近他所期待的公務員 薪水有保障的科系 我不知道該怎麼選擇 也看著下課中的中小越來越接近 我做了我18年來 最判例的一個決定 我選了台中的社工戲 為什麼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填戲劇戲就好 因為在我要填戲劇戲的那一個插那 我想到外婆說的話 你要好好消除你的媽媽 這句話對我的殺傷力很大 對於孝子藏來說 這樣子的判例 我只能做到 我選了台中的社工戲 所以我選了台中競技藝的社工戲之後 我就等待放榜的來臨 果固其然 放榜之後 欸 中了 我就這樣子中了台中競技藝大學的社工戲 就在同學他們都非常開心的跟我說 恭喜你的時候 我心裡卻是很忐忑 想說死呀死呀不知道 要怎麼累給我媽媽交代 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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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就帶著這樣的心情 我回到家了 當天晚上我永遠放不了這一個晚上 媽媽她下班停好車之後 她拎著我們的晚餐回來 我就很沉重的跟我媽媽說 媽媽 我有件事要跟你說 我 考上了自己大學社工戲 這時候我看到我媽的表情 先是驚訝 不知所措 最後轉為一種類似憤怒的眼神 或是抗議的眼神 在對著我說 我不是跟你說過啊 我沒有要讓你讀社工戲 你還給我讀這麼遠 要嘛就在台南這邊讀 為什麼你變得這麼多啊 跟完全我認識的 你都變得不一樣了 這不是我的小孩 是啊 我也變得不認識我自己了 因為我開始選擇 替我自己做決定了 我開始跨出第一步 我想要讀進影社工戲 我想要過出不一樣的自己 想要替自己做一些不一樣的決定 但是在當時 不安 惶恐 那種對未來沒有方向感 沒有定位的一個感覺 其實對我來說 是很恐懼的 這樣的情緒之下 讓我的心情 慢慢的轉回憤怒 我把一句句的話 丟向我媽媽 我說 既然這樣 那你們當初為什麼要離婚 為什麼你們大了上一代的事情 要留給我們小孩來看 我們也有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為什麼 都要由我們來替你們收拾你們 負面的東西 好 就這樣子 我們的對話結束了 我默默地躲回了我的房間 媽媽就到我們下去了 我永遠忘不了當天的 那一個晚上我做的第二件叛逆的事情 不吃晚餐 對 尤其是 這個國民便當 當天我永遠忘不了這個便當 55塊 那天我躲在房間的時候 我默默地握著風箏這一首歌 那首歌很療癒著我 但是 過一會兒 樓下就傳來一個聲音說 是要吃豆腐 沒有要吃永遠都不要吃 永遠都不要吃 這樣肚子會餓 所以我還是很憋屈地下去 把晚餐拿回我的房間吃了 對 這是我做的第二件叛逆的事情 過了幾天 我都一直把自己 鎖在房間裡面不出門 有一天我睡覺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人幫我搖醒 因為房間燈都是關的 我看到一個人也坐在床邊 我嚇到了 我是媽媽 媽媽就跟我說 你確定要讀靜營社公系嗎 我很堅定的跟媽媽說 對 我要讀靜營社公系 好 就達成協議了 很如願以償的 我讀到了靜營社公系 可以救我 但是我發現 天一亮 我眼睛一睜開 所有的親戚 媽媽同事 看我的眼光全變了 他們看到我 會開始說 你怎麼這麼不會為家裡著想 你媽媽那麼辛苦 你真的是很不孝 不孝 不孝 原來要讓孝子 一夕之間變成不孝子的 因素就這麼簡單 只要一句話 我要讀 就這樣 後來上了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因為家裡經濟的關係 媽媽不希望我去接觸社團 而是去打工 幫家裡賺錢 也替自己賺生活費 但是我 那時候我又做另外一件判定的事情 就是我開始瘋狂的玩社團 我想要在社團裡面 尋找到玩樂的動機也好 尋找到一些快樂的元素也好 我就假哭 因為玩社團的原因不回家 而這也導致媽媽的不諒解 她認為是 台中綁走了她的兒子 是進一大學 綁走了她的兒子 哇 莫許有的罪名 就這樣子 慢慢的在大學社團裡面 我當上了幹部 我有一群陪我一群祖夢的夥伴 是他們讓我找回了很久很久很久 那種追夢的感覺 是他們讓我擁有了對夢想的衝擊 讓我發現自己原來還有溫暖 細心頂導的這些特質 是他們讓我在社團裡面學到了很多 到了大三的社工系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個實習的學分 而聖風系的實習裡面 有一個叫做督導的體系 督導就是在實習生 每天實習結束的時候 可能會關心你或詢問你 最近實習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狀況 而也就是在實習的過程當中 我學會了跟自我對話 而在自我對話的過程當中 我才發現原來不是媽媽一直要替我做決定 而是到後來我被寵壞了 是我自己不想做決定 是媽媽看到我不做決定 而幫我做決定 而有了這樣子的一個想法之後 我也才發現到原來我自以為我是孝子 但是我做的事情卻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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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似乎不再是當年那個孝順德國 於是我開始試著想要跟我的家裡關係做一個和解 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之後 看到媽媽床頭櫃旁邊 有一箱總共24瓶的胎盤精華液 我才發現媽媽老了 媽媽有皺紋了 原來媽媽也需要靠這些外在的保養 來維持自己的青春了 更另外的是媽媽總會載我到車站去坐車 坐車的時候我才發現 我已經可以從我的眼睛 往下看到媽媽的頭頂了 直到那一刻我才發現 原來當年保護我的那一個人 現在已經默默的需要變成我要保護的那一個責任了 於是我開始跟家裡關係進行了和解 我放下了以前的陳建 我會主動試著以更不一樣的方式 更不一樣的說話技巧去跟媽媽對談 而跟家裡關係和解之後 我也開始有了信心 有了勇氣 有了安全感 我開始去嘗試更多我不敢嘗試的東西 我開始去追夢 我去台北參加了演員整選 我去自己辦了一個叫做Feedhug的活動 是一個可以幫助大家自我對話 然後讓大家了解自己在做什麼的活動 做了這些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我自己的價值跟定位 其實在上大學這一個跟家裡抗衡的過程當中 藉由社團 藉由社工期的實習 讓我自己發現 就我而言 人生有很多時候是沒有目標跟地 要怎麼選擇 其實全部都操自在我們手上 曾經 洪文永浩有說過一句話叫做說 在一個經濟的標準答案很快就被民意淘汰的巨變時代當中 只有不乖才能擁抱你永不過時 這句話拉到現在來說 確實很合理 但在傳統的社會裡面來看 你只要被加上了一個不這個字 就是全盤被否定了 所以現實對我來說其實它一直都是屬在的 我並沒有想要征服它或跨越它 我能做的就是只能在它底下 轉個玩換的方式思考 找出一個相互相平衡的一個機制 然後讓我自己可以尋找出一個價值跟定位 所以我現在可以很開心地跟大家說 大家好 我叫陳俊宏 我今年168公分 體重是58公斤 我今年21歲 希望大家也可以透過自我對話的過程當中 找回自己心目中 那一個愛笑的孩子 也跟找回照自己 可以跟自己對話的一個方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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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